换政府以后很多人麻烦大了 其中一位就是行径嚣张 以为自己可以打横走的红山军领袖加玛 他早前在警方扣留他的期间 就潜逃到印尼去避风头了 他以为能够摆脱当局的追捕 之后还嚣张到拍视频 在网上向大家报报平安 显示他自己多么的逍遥自在 只不过他太小看我国的警方跟印尼警方了 后来消息就传来 印尼警方早在7月2号已经逮捕了加玛 而我国警方接到消息之后 也立刻动身去到印尼办理引渡程序 然后今天就把加玛引渡回来受审 加玛的代表律师莫哈默英兰告诉媒体 当他接到加玛被逮捕的消息之后 第二天就飞到印尼去 在印尼的警察总部和加玛会面 他说加玛的健康状态没有问题 只是有点累 加玛在雅加达大都会警察总部 录完了口供之后 就被转押到移民局处理遣返回马的手续 加玛原定在今天下午2点15分 会抵达吉隆坡国际警场 后来飞机就延迟了35分钟才降落 他一下飞机就被警方压上警车 直奔雪州安邦法庭去面控了 雪州刑事调查主任就说 加玛潜逃之前 其实他已经有九宗案件在身了 包括那个杂皮酒瓶的事件 被警方控上庭 他如今再加一条潜逃罪 在刑事发点第224条文下被控 一旦罪程可能会坐牢两年或者罚款 或者两者兼施 今天下午大约4点左右 加玛抵达安邦法庭 他穿着黑色上衣 头戴鸭舌帽 看到大批媒体的时候 是面带微笑进入法庭内 针对潜逃罪名 加玛他是否认有罪 而法官是禁止他保释外出 大概是怕他又再逃走吧 所以离开法庭之后 他就被送往双西毛诺监狱 加上目前这一宗案件 加玛一共被10宗案件缠身 好了 加玛被引渡回国了 可是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行踪成迷 我们来看光华的封面 加玛抓到了 刘特佐逃走了 是的 因为伊玛公司案件 反弹会要找这位刘特佐先生来问话 他就一直躲得远远的 移民局呢 其实已经撤销他的护照了 一旦他要入境不同的国家 他就会被对付 可是这个人呢 你真的不能小看他 他就是有办法 你看到现在 我们还是逮不住他 全国总领长福子就说 早前收到消息 说刘特佐人在香港 于是立刻派警员到香港跟进调查 可是当他们抵达的时候 刘特佐早就已经离开香港 到澳门去避风头了 所以最新消息是 刘特佐目前人在澳门 不过他怎么这么厉害 动作可以快警方一步呢 还有还有 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澳门呢 可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马来西亚跟澳门之间 是没有引渡协议的 就是我国是没有办法要求澳门那一边 想办法怎么样把刘特佐引渡回来的 这一点 他选择澳门这一点 他比加玛聪明 但是这个反贪会的通缉要犯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我国 我想这个是大众引颈常判的 这次是大众引颈的